俄乌战争已经开战5天 从这场战争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如果要打 就必须在3天以内解决主要目标 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宣布绝不会出兵 同时不提供武器装备 德国宣布北溪2号能源管道不暂停 西方各国大逃亡 没有一个援助乌克兰 导致泽连斯基每天给20多个西方国家首领打电话球员 也没有一点反应 气得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取关了所有西方首脑 但是俄军没有抓住这宝贵的时间窗口 反而是浪战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投入主力 而是公路飙车到处进行试探性撩拨 就在这种低强度的试探当中 乌克兰军队开始缓过神来 在主要位置顶住了俄军的闪电快攻 现在的结果就是 当看到乌克兰顶住了俄军三天以后 西方阵营开始变脸了 大批援助物资从波兰运输到乌克兰 数十个国家为乌克兰输血 光是一个小小的丹麦都宣布援助乌克兰 2700件反坦克武器 德国不仅援助了1500枚防空和反坦克导弹 而且德国还宣布增加1000亿欧元军费 重新武装起来 从此德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军费 超过1000亿的国家 各种制裁行动更是接二连三的快速出台 从经济 能源 体育 贸易 航运等等各方面 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 特别是切断了Swift系统 对此 俄罗斯方面表示 Swift禁令相当于宣战 据悉 该禁令旨在攫取俄罗斯银行储备 并切断部分俄罗斯银行 与重要全球金融网络的联系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00多个国家的 2000多家金融机构都依赖这个传递系统 每天Swift在全球11000多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 输送巨额资金 俄乌战争说明了一个问题 要打仗 必须要在三天之内解决主要目标 不能把对方的气势打出来 就因为俄军在几天时间里 都没有完成一个主要目标 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主要目标 摧毁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军队大规模投降 打下乌克兰首脑或者控制基辅 哈尔科夫等大城市 都没有完成 还让乌克兰方面打出了信心 也就给了西方阵营反击的机会 要利用这个机会耗死俄罗斯的活力 究其原因 还是俄罗斯军队在战争爆发前三天 打击力度太低 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 从24日到27日上午 俄军只发射了320多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也有报道 俄军在开战第一天 只发射了160枚各种型号导弹 以乌克兰60万平方公里国土 和30万军队来说 开战前三天平均一天 发射1000杠2000枚导弹 进行全面打击 都不能说打得太多了 结果就是开战五天了 乌克兰军队不仅攻进 指挥联络系统完好无损 就连后勤补给线也还保持运行 当然有人说 俄军在进行大纵身包围 马上就要进行合围战 但是俄军出动的主要都是装甲部队 非常缺乏步兵 因此俄军装甲和后勤车辆 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 就很容易遭到乌克兰军队 反坦克导弹袭击 除非俄军可以出动更多步兵力量 对关键路段两侧 三至五公里区域进行控制 否则很难 遏制住这种反坦克导弹 伏击战术 没有步兵就无法形成包围圈 与实现控制区建立 光靠坦克在公路上 好是无法包住敌人的 感觉俄罗斯还是太清敌了 为这场大战准备的不够充分 也告诉了所有人 要决定国运的大战役 就要在前三天下 重手一举震慑对方 不要怕费钱 主要导弹都打出去 同时至少要解决一个重要目标 否则 西方阵营群狼就要扑上来 进行各种撕养了 很可能闪击战会变成胶着状态 对战局发展很不利